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我是阿比 今集会继续讲酵种 上集教了气种 今集会讨论胃养和续养 胃养是令酵种重回活力 令它在煮绵甜的发酵成功 续养是要维持酵种的生命 今集会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会说 为何要去胃养呢? 第二部分会示范胃养和续养 第三部分会讨论胃养的问题 首先说为何要胃养 这篇图说了pH6和酵母活跃性的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 在pH5时 酵母是最活跃的 如果pH6越低 其实酵种是越安全的 如果pH6高 其他微生物就很容易入侵到酵种 第一次喂养的时候 首先酵种在冰箱 在一个很冷的环境下 它是沉睡着的 因为有较多乳酸和草酸菌 所以pH值比较低 当我们加入新的水和面粉 进去 环境就稀释了 所以pH值就会提高了 当酵种里面的乳酸菌 草酸菌和酵母 这样繁殖了 到一定数量之后 酵种就会成熟了 而pH值也会降低 这时候 第二次喂养的时候 又是 加新的面粉和新的水 pH值就会拉高了 这就会到较容易 其他微生物入侵的区域 那里 等一段时间 乳酸和醋酸和酵母 反正一定数量之后 pH值就会降低 这个时候pH值就会令酵母最活跃 这个时候加入面团 面团发酵就会最好 现在示范一下喂养和组养 通常第一次喂养的时候 我会顺便做组养 现在的玻璃瓶就是我一直用的酵种 那首先呢 我就是 拿了一些我需要用来 喂养的酵种出来 那之后呢 我就在本身的玻璃瓶里 加上水先 那会用水去搅匀 让酵种先融化 那之后呢 就可以加入面粉了 加面粉之后呢 就是搅匀它 面粉伸水之后呢 那就是压平它 那刚刚组养完呢 那酵种呢 应该是没什么空气的 应该是很实的 那现在就说胃养了 那刚刚已经在瓶里拿了 需要喂养的酵种出来 那这个酵种来什么呢 首先也是加水 加完水之后 又是加面粉 再抹下在继续 再吸收 那住口 再压均匀了 那刚刚喂养完呢 那也是的 那麵糰呢 另一隻應該是很緊的 在玻璃瓶裡面 其實什麼時候可以放到雪櫃呢? 有些人可能會擦放 有些人可能會 去到兩三倍才放 其實我自己就很隨心 通常我看到那個 烤種 開始有些空在裡面 我就放到雪櫃 我就不會等到雪櫃太高 因為始終我家的雪櫃就不是太冷 它自己都會有些反應 所以我都會留回適當的成分給它們 而在餵養方面 你會看到麵團很明顯大了 而且下面充滿空氣 就已經可以了 做完第一次餵養之後就做第二次餵養 首先第一件事 我通常都會先棄腫 之後的步驟 都跟第一次餵養差不多 都是加水之後 再加麵粉 拌勻它 再搖勻 再拌勻它 都是壓住它 成為一個很實的麵團 餵完烤種之後過了一段時間 如果你看見烤種 變得充滿空氣 可以加入煮麵團 現在討論一般養養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可不可以不養養直接把烤粽放進麵團 之前我看過一個 沙拉刀的Youtuber 他做過這樣的實驗 是成功的,沒有分別 其實你也可以這樣做 不過就是有危險性 可以看回這個圖 其實如果你馬上把一個沉睡的烤粽放進煮麵團 其實你就會 過分去稀釋了 烤粽,所以它的 pH 會變得很高 這個時候會很危險 因為其實你本身的麵團裡面 都是有水和麵粉 麵粉裡面都是有其他的 不好的微生物 很容易入侵了麵團 就會令到你的麵包發酵就失敗了 另一個問題就是 經過了兩次的餵養過程 其實你會很明顯知道 烤粽是活躍的 你會知道活躍才加入煮麵團裡面 成功率會比較高 如果你是就這樣把沉睡的烤粽放進麵團裡 你會不知道烤粽本身還有沒有活力 如果沒有活力 那就是整個麵團 第二個問題就是 究竟烤粽應該什麼時候才加入煮麵團裡 通常都會看到有些叫浮力測試 就是把烤粽放進洞水裡 如果沉的話 即是它還未準備好 放進麵團裡 如果浮的話 即是可以放進麵團裡 但其實我很少做 因為這個浮力測試未必準確 其實這個浮力測試 是比較適用於 含水量比較高的麵團 如果本身含水比較低的烤粽 就算它已經是可以放進麵團裡 其實它也是沉的 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它比較適合 白麵粉 如果是全麵粉 就算它沉了底 就不代表它是未適合放進麵團裡 另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浮力測試只能代表 它的烤粽裡有適當的氧化碳 但就不代表烤粽是活躍的 因為你只要做一個很長的時間 就算烤粽不活躍 它也可以充足足夠的空氣 令到可以經過浮力測試 但如果你想成功做麵包 烤粽是必須活躍的 所以浮力測試未必準確 其實烤粽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叫成熟的烤粽 即是代表它到最高峰 或者最高峰 回落一點點 這是成熟 其實它這個好處就是 它最活躍 所以你放進麵團裡 它最快是發酵完成的 而它味道裡面 酸味比較重 另一種就是 叫年輕一點的烤粽 它代表在高峰的時候 就已經加入煮麵團裡 它的特點就是酸味比較少 它可能會帶到其他的味道出來 但另一個問題就是 烤粽時間會比較長 其實烤粽幾時加入麵團 其實時間範圍很大 從未到頂峰或頂峰過少少 其實都可以的 反而最重要的是 究竟烤粽是否夠活躍 其實什麼為之夠活躍的烤粽呢 其實就不只是看它的漲大程度 還要看它的時間性 但是呢 漲大程度呢 即是這個烤粽最大的頂點 但每個烤粽都不同 因為其實這件事 是受著含水量和麵粉的影響 而時間方面呢 其實時間也有很多因素影響了發酵時間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有多了解你的烤粽 你知道它和平時的狀態分別是怎樣 你才知道它究竟能夠活躍的 到下一條問題 究竟烤粽、麵粉、水澀比例 又應該是怎樣呢 其實烤粽對麵粉為水呢 其實是很影響的時間 你想了解多一點 看看我之前的影片 尊重麵包的時間管理 然後再說一下麵粉和水的比例 其實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因為這件事其實影響很多方面 但是我就今天抽兩件事來講 第一件事就是時間 其實如果含水量越高的話 水的比例越高 其實發酵時間就是越短 另一件事就是操作 如果質感和煮麵團差不多 其實是越容易操作 越容易混合在煮麵團裡面 質感和含水量不同 因為含水量會受著麵粉吸水性影響 就算是一樣的含水量 但是可能有些麵粉 質感比較硬 麵團的質感比較軟 現在質感要和煮麵團一樣 即是硬乳程度一樣 這樣才會容易混合 那如果那個 酵種的質感太過水的話 加進去煮麵團裡面 其實會令到麵團變得很黏手 那如果那個 酵種的質感太硬 其實它混合過煮麵團 很容易一粒一粒 很難去攪拌它 下一集就會嘗試用 雙用酵母和酵種酵種製麵包 究竟麵包有什麼分別呢? 那下集再見 拜拜